继土耳其披露卡舒吉死亡细节之后,所有的疑点再次指向了沙特,美沙友谊也迎来了严峻考验。 那么,在道义与利益面前,美国又该如何抉择呢? 11月2日,据海外网人以路透视消息称,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一天表示,但是还不会制裁沙特记者卡舒吉一案责任人。 而在上月31日,土耳其检察官披露了卡舒吉遇害细节,趁卡舒吉进入领事馆后就被人勒死,尸体肢解后遭到抛尸。 一系列细节的披露,让沙特成为众矢之地,也将美国卷入了这场风波。 美国国内群情基本,多名参议员要求特朗普立即对沙特展开制裁,捍卫美国人权。 在巨大的内部压力下,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开始有所回应。 现在,特朗普政府却连周修部都不要了,直接给沙特开绿灯。 在道义和利益面前,美国终于做出了选择。 此前特朗普一再表示,制裁沙特会让美国失去上千亿美元的军收打单,损害美国军火制造商的利益。 这次美国的屯委表态,则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处理国际事件的一个基本立场,那就是为了维护利益可以不顾道义。 在特朗普眼里,制裁沙特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,损害美国的重要利益。 一则,美国失去沙特这个传统盟友,沙特会倒向中俄,二战结束前夕,沙美两国就达成了石油换安全的战略协议。 在美国没有发现涅盐油之前,沙特一直是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国,对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护士的作用。 况且,沙特作为欧佩克举足轻重的成员国,关系着美国中东利益和石油美元的稳定。 特朗普上台之后,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便是沙特,并与沙特签署了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。 然而这并没有满足特朗普的胃口,特朗普随后要求沙特支付更多保护费。 恰书吉之死成为美沙关系发生裂变的导火线,沙特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 在恰书吉事件发生后,沙特王国接待了俄罗斯代表团,更早之前,沙特表示会用人民币进行融资,希望引入中俄因素对冲风险。 这让特朗普建设操作,趁美国制裁沙特只会让沙特导向中俄怀抱。 二则,失去沙特,美国在中东将失去重要支撑。 沙特不仅是中东大国,也是伊斯兰逊尼派的领袖。 沙特身后还跟着阿联球、科威特、巴林的宇宙小弟。 在沙特领导下,伊斯兰逊尼派一直试图扼制伊朗为首的伊斯兰失业派扩大势力范围。 对美国而言,挑动沙特与伊朗冲突,可以坐收余翁之力。 但沙特若是被美国逼急了,将有可能暂停与失业派的斗争,转向联手失业派制主美国势力。 中东对美国只有美元,和全球霸权有着决定性作用。 若是美国势力被彻底赶出中东,美国世界霸权根基将严重动摇。 这是特朗普政府不可承受之重。 人权,曾是美国的遮羞部,也是美国打压他国的重要工具。 恰书极不明不白,死在了沙特诸图二级领事馆。 这枚棋子等于失去了作用。 美国没有理由为了所谓的人权而去得罪沙特,损害自己利益。 沙特记者被杀一事,看来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严正,多家自媒体,在平台抄袭阿尔法军事的文章,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。 如果有需要,请光明正大的联系网号管理员开白名单。 不易,谢谢配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